观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年我们看到北半球世界各地野火狂烧 现在烧到了应该是最知名的观光圣地 就是夏威夷 夏威夷它不是火山爆发 它是飓风跟高气压的夹击之下 这一股风呢 碰到天干雾燥的夏威夷 于是引发了野火燎原 包括了夏威夷大岛和猫一岛 从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开始起火延烧 飓风带来了强风助威 硬是火势到现在都没办法收拾 贸易岛西部海岸的观光圣地 整个城镇烧成一片灰烬 当地通讯中断 只有卫星电话可通 大大影响了救援 在医院里面挤满了烧伤烫伤的病患和观光客 到目前为止 这个大火夺走了36人命 数千人被迫避难 那么当地的官员呼吁观光客 尽速搭击离开夏威夷 浓浓黑烟大火吞噬街道商家 美国夏威夷周第二大岛贸易岛因大规模野火 让整个岛瞬间从观光天堂变成人间炼狱 西岸距300年历史的拉海纳镇 大部分街区都化为灰烬 前所未见的大火导致大岛和贸易岛 至少36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217栋建筑损毁 当地船员在逃难前拍下惊人画面 码头几乎要被迅速逼近的大火吞没 工作人员在码头狂奔 要大家赶快离开 根据其他募集船长表示 大火蔓延速度之快 让约100人被迫跳入太平洋 逃离浓烟和火势 美国海岸防卫队在大海中救起十多人 但当地居民坦言 有人根本来不及逃 岛上居民不敢相信自己所见 直呼宛如电影里的世界末日 贸易岛的医院 已经挤满烫烫伤患者 而更不利救援的 就是通讯完全中断 连求救电话911都打不通 美国国家气象局直指 从夏威夷岛链 南边经过的飓风躲拉 是罪魁祸首之一 但其实飓风距离夏威夷 还有1200多公里远 但仍带来时速120公里以上的强风 再加上附近高气压盘旋 都助长火势 引发大停电 消防直升机被迫停飞 数千名旅客受困机场 贸易岛的主要机场有约两千名旅客 因搬机取消或刚抵达被迫睡在机场 当地官员呼吁游客离开观光圣地拉海纳 出动巴士大规模撤离 把人直接载到机场 一队来自加拿大的观光客 因希腊野火改到夏威夷旅游 没想到还是碰上野火 夏威夷的场景跟惊吓因破纪录高温 野火蔓延的希腊 西班牙 葡萄牙 加拿大等地类似 尽管确切起火原因不明 但强风低湿度和地表植物干燥 都可能是这回火烧冒移岛的因素 尽管野火还在烧 当地风势稍稍停歇 部分飞机恢复起降 当地出动直升机空拍沿海城镇拉海纳 毁坏程度 让机上所有人员忍不住室内 目前贸易岛大部分野火都还没控制住 美国总统拜登已下令联邦权力支援 国民兵海岸防卫队和海军都加入救灾 海军陆战队也提供黑鹰池升机帮忙救火 根据夏威夷交通局 周三已有一万一千多名观光客飞离贸易岛 周四预计在一千五百人离境 提示文综合法导 周四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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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预计